为何医生不做近视手术,有后遗症吗?眼科医生终于说出实情,17岁的山东女孩王晨在结束高考后就想着做近视手术,但是却总是受到反对,此时一个问题也一直在她心中盘旋,为什么医生不做近视手术,这个疑问源自她对生活的一大不满,因为高度近视,每天都要戴着厚重的眼镜,在她看来,眼镜不仅影响了美观, 也给日常生活带来了不少不便,而每当她提出想要进行近视手术时,统统都会被反驳,晚饭时分王晨决定找个机会,再次向父母提出自己的想法,爸,我真的很讨厌戴眼镜,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去做手术呢?王晨小心翼翼地问住,爸爸看了眼妻子,叹了口气,用他那看似严厉却温柔的声音回答回来, 晨晨,我理解你的想法,但近视手术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作为医生,我们更了解手术的后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但是不是很多人都做了,效果很好吗? 王晨不甘心地追问,明天,让我们一起去我的医院,我让你亲自听听我的同事怎么说,爸爸提出了这一建议,第二天,王晨和爸爸来到了医院,迎面遇到了爸爸的同事,眼科主任李大夫,在了解了王晨的疑问后,李大夫笑着说, 来,跟我到办公室聊聊,在李大夫的办公室,王晨听到了很多之前从未了解过的信息,李大夫提到,虽然近视手术技术已经很成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手术, 手术后也需要良好的护理和可能面对一些并发症,如肝眼症,夜间散光等问题,近视手术,尤其是LASIK手术,已经成为改善近视问题的一种流行方式,尽管技术逐年进步,手术成功率不断提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很多从事眼科工作的医生,包括一些专门进行近视手术的医生自己, 却并没有选择接受这项手术,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对手术安全性的考虑,对手术后效果的预期,以及对职业生涯的影响等,首先,尽管近视手术的成功率很高,但是像所有手术一样,它不是没有风险的,手术可能带来的并发症,如眼干,夜视问题,甚至在极少数情况下的视力损失, 让很多专业人士对此望而却步,眼科医生作为专家,对这些风险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些潜在的风险而更加谨慎,此外,医生自己对视力的要求往往很高,任何微小的变化或不是都可能影响到他们精细的工作, 因此,他们可能会倾向于不冒任何风险,其次,现有的近视手术主要针对的是角膜趋光不正,手术后虽然能够大幅改善视力,但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对于眼科医生来说,他们对视力的要求以及对手术效果的理解,可能让他们更倾向于使用传统的视力矫正方法,如佩戴眼镜或隐形眼镜, 这些方法虽然不是永久性的解决方案,但可控性强,易于调整,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更稳妥的选择, 再者,眼科医生的职业特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手术后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并伴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对于那些高度依赖精细操作的眼科医生来说,任何可能影响工作能力的因素都需要谨慎考虑, 王晨开始明白,爸爸担心的不是手术的成功率,而是手术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对生活的影响, 然而,尽管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王晨还是存在困惑,毕竟还是有不少人接受近视手术, 那么他们到底有没有发生一些不为人知的后遗症呢? 近视手术是改善视力,减少或消除对眼镜及隐形眼镜依赖的一种常见手段, 目前,最常见的近视手术有激光源为角膜摩香术,小切口趋光性角膜切削术和表层角膜激光摩学术等, 尽管这些手术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和所有医疗程序一样, 他们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和潜在后遗症, 以下是近视手术可能引起的一些常见后遗症和问题。 1.术后肝眼症,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 尤其是在做了LASIK手术之后,手术过程中需要切割角膜, 此过程可能破坏角膜表面的神经,从而影响眼泪的正常分泌, 导致眼睛无法保持湿润。 虽然这个症状对大多数人来说会随着时间逐渐改善, 但有些人可能会长时间甚至永久地受到肝眼症的困扰。 2.夜间视力问题,一些接受近视手术的患者可能会经历夜间视力问题, 如炫光、光运、双影等。 这主要是由于术后角膜形态的微小不规则或治疗区域与瞳孔在暗光条件下的大小不匹配所致。 夜间视力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随着时间逐步减弱, 但也有少部分患者反映该问题持续存在。 3.视力回退虽然近视手术目的是长期稳定视力, 但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可能会经历视力回退, 即所谓的反弹现象。 这种情况可能由于角膜愈合过程中的不可预测性, 患者原有的高度近视或术后角膜稳定性不足等因素引起, 一些患者可能需要进行二次手术或再次佩戴眼镜。 4.角膜生态变化,尤其是在LASIK手术中, 需通过制作角膜瓣来进行角膜的激光重塑, 这一过程有可能引发角膜瓣的并发症, 如角膜瓣一味,半下炎症或感染。 尽管这些并发症的发生率相对较低, 但它们可能需要额外的医疗干预。 5.长期风险 长期的视力稳定性问题和角膜生态的改变, 有可能影响日后其他眼科手术的进行, 如白内障手术。 此外,极少数情况下, 手术可能导致角膜结构的不稳定, 引发角膜圆锥症等问题。 了解这些潜在后遗症和风险后, 持平而言,对于希望摆脱眼镜, 拥有更好视力体验的近视患者来说, 近视手术依旧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 然而,重要的是, 患者在做出决定前, 用与专业眼科医生充分沟通, 根据自身的眼睛条件和医生建议,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 此外,合理设定手术期望值同样重要。 虽然近视手术可以显著改善视力, 但并非每一位患者都能达到完全摆脱眼镜的效果。 了解可能的术后调整期, 积极配合医生的随访和指导, 适当进行眼部护理及必要时使用人工泪液等, 都是确保术后视力恢复和长期稳定的关键。 总之, 近视手术是一项成熟且普遍被接受的视力矫正方法, 它为许多希望改善视力的人提供了便利。 然而, 像所有医疗手术一样, 它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和可能的后遗症。 通过与医生的深入沟通, 全面评估和认真考虑, 患者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风险, 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